- 包丁? - 包丁? - 包丁? - 包丁! 包丁? 你們別過了 原來你們認識的嗎? 小子, 如果認識的話會否好 不如在這裡交給他們 是 老爺, 我看見包丁好像有點不妥 當然不妥了 不如你們先出去, 我跟他聊一聊 第一個人在這裡, 我們很擔心 是呀, 行不行 那也不怕, 我們站在門口 聽著有什麼不測, 馬上衝進來 就慢無一身, 好吧 也行, 小心點… 抱歉 你師姐說, 包丁之前向你求婚 不是因為愛你, 而是想找一個人陪伴 原來包丁呢, 他有SAD的 SAD, 即是SAD SAD, 精神 即是社交恐懼症 最怕的人多, 車多, 有不熟悉的地方 之前呢, 他決定回來中國定居 因為人生地不熟, 廣州的人又多 那他怕的嘛, 所以身份裡沒有底 那他想找一個盤, 陪著他, 有不安全感一點 你認識那麼多年, 你不知道他有這種病嗎 是呀 其實包丁在十幾歲的時候已經好得七七八八 我們住在一個小地方 每天見到的人都是熟悉 那也沒什麼不妥 我呀, 我覺得應該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有這個病 不過這樣也是, 你想想廣州 地大脈搏, 人多車多 別說包丁了 我們平時見到什麼節假日都免得出去 我和包丁從小玩到大 又是他中國唯一一個朋友 他和我求婚都是出於安全感 後來我又直接逃婚 導致他病情復發 唉, 那真是… 你也不用怪自己的 那你沒理由為了人道主義 就強硬逼自己 嫁給一個完全不喜歡的男人 啊, 起初我以為他真是癡心情長劍 原來就是為了找個水泡 那對菲亞很不公平 怎麼說, 大家都是朋友一場 那他病發又因我而起 那我都希望盡自己的能力幫回他 啊, 希望他盡快的康復 那畢竟相識一場 沒有留見死不救的 老婆, 別說你怎麼想 想做什麼都好 我一定支持你 老婆, 給你介紹一下吧 這位是油銀, 這位是Coco 是這間咖啡屋的老闆 是這間咖啡屋的老闆 拉來拉, 拉來拉來 拉, 拉來拉, 自己拉回光 就自己再拉 你英文這麼差, 別讓人見 嗨 包丁, 今天第一次來我們咖啡廳 我親手沖一杯我們最出名的 Copatuno給你喝, 好嗎 好… 不用了, 我喝水就行了 因為我覺得在這裡 喝不到正宗的Copatuno 喂, 我還沒弄給你喝 你就知道不正宗 大家不要誤會 對呀, 由於我做過一些小小的調查 我發現現在大部分中國的女生 是很避忌, 吃甜食, 怕胖 所以商家為一迎合她們的需求 就將這個奶的比例降低, 變成淡了 整件事失去原油的風味 所以這一杯Copatuno 不是一個正宗的Copatuno 哎呀, 我們真是個個都太興奮 不記得了, 你看她這樣體型 就知道, 大廚來的 不好意思, 失勁, 失勁 你又是, 當著大廚的面子 你說什麼去沖Copatuno 好像在關東面前耍大刀那樣 說得對, 說得對 包丁是大廚, 是不是? 是 今天大廚光臨 我們向你學習兩道散手 好呀 朋友, 社交就懷正 我看她不像 而且說到沒吃, 好像挺不濃 上飲食節目也行 最近我和天佑都有幫她 包丁已經開始適應了廣州的生活 而且也肯接受心理輔導 醫生說一個人最大的樂趣 就是跟人家分享 那包丁最專長的是什麼? 煮菜嘛, 多找她聊 那心理障礙就沒有了 包丁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其實我們朋友圈只會拿手指咖啡師 你想想, 如果你是我們朋友圈充咖啡的話 一來可以消除你的社交恐懼症 二來呢, 我們朋友圈都有得益 正所謂一家便宜, 兩家獎 好嗎? 最後一個人肯才算 你又不肯? 我真的行嗎? 行 那試試吧 來…你趕快教我們 衝一些正宗的扣布村頭 來… 包丁終於重新接受新的生活 愛都算沒有累了人 終於有教訓 幫到人自己有很開心 這種感覺真的很不別 我現在對這門生意 我越來越有信心了 以後呢, 無論多艱難 我都會堅持到底 連社交恐懼症我們都搞定 以後應該沒甚麼難得到我們 不過可惜了 我們到現在都沒找到投資人 一直在玩公眾號 那要甚麼時候才能組出規模 不用灰心的 找不到投資人 我們就自己掏錢 正所謂萬事開頭 一定有辦法解決的 我們去哪裡找這麼多錢 今天沒有明天 然後明天沒有後天再找過 船到橋頭戰績 可能我明天還要投獎 一聲就搞定這件事 可以 君仔 你有沒有搞錯 我上個星期就吩咐你做的道具 到現在還沒送過來 不是呀, 祖哥 我也不想這樣 道具那邊臨時托手拿 說大雨淋濕了倉庫 我們的道具都被浸爛了 我已經馬上打電話找人補救了 他和我約的是今天送過來 我猜應該差不多到 今天送過來 現在的又怎樣 來了來了來了 來, 送過來送過來 時間剛剛好, 齊齊了 誰有甚麼事 祖哥, 最近你出的警察 有所不知 你侄仔現在是我們喜陽陽的 兼職御用道具師 他的手藝還不錯 你看 其實我不是靠義氣或純義氣幫忙 包工包料五百元 可以了 準備好了 天爺 你最近搞甚麼名堂呢 上個星期幫我大嫂送快大禮 這個星期送道具 你朋友圈的生意 打烏鷹嗎? 不用理會嗎? 我和姑婆調班而已 我晚上看破 白天就在幫忙做兼職 窮啊 窮就要賺錢 你窮鬼窮嗎? 家裡的全家部都不用你賠 你怎麼會沒錢呢? 你財政出現問題嗎? 來, 阿爺教育 不要洗腳不抹腳 如果你洗腳不抹腳 就是叫做甚麼 接個電話 來, 看看這道具 快點過來救命啊 你不在嬌姨裡搞衛生嗎? 怎麼會叫救命呢? 我不小心弄了一個抹布 在馬桶裡 我想撈上去就撈不上來 現在又衝不下去了 快點過來幫忙吧 如果被嬌姨知道 我塞了一片馬桶 一定會炒魷魚的 行…我過來幫忙 行, 拜拜 天爺 阿娘 這麼晚才吃飯 要加班嗎? 他的廣告公司 吃無定時就習慣了 這是這個月你的工資? 謝謝 點一下 難道大把糧了 我說不過嗎? 不用點了 天秀啊 你最近經常一個人打幾份工 你是不是在外面惹甚麼事呢? 我一個人打幾份工 還不可以惹甚麼事 哪有時間惹事? 那你從小一時無憂的 幹嘛突然要賺那麼多錢啊? 那我不小了 那我也要為我未來做打算 為人生做規劃 以後我要娶老婆 要花錢 生兒子養嬰兒又要花錢 我急著娶老婆 所以儲定老婆本就差不多了 看來經歷的事多 人生容易變得成熟 我現在天秀已經長大了 想不到天秀想得那麼長 看來她已經徹底走出離婚的陰影 開始重新生活 媽,我煮好早餐了 還買了你最喜歡吃的餐 待會你自己記得吃 我今天有個表演 要做得很晚 那我不回去吃飯了 媽媽,如果你不想煮飯 那你記得發個訊息給我 我幫你叫外賣,好嗎? 你昨晚這麼晚才回來 今早早就一早出去 小心捱壞身體 反正你的表演是中午才開始的 先吃早餐吧 不吃了,我出去買個包就行了 這個表演是我求了朋友 很久才復回來的 我要早點過去做準備 我也不知道你怎麼想 難得人家的包丁 一表人才 收入又穩定 你掉下心水做少奶奶也不好 你總是不聽別人說 你人頭豬老 媽,婚姻是不能勉強的 你想想,我要對著一個自己不喜歡的人 遲了也會離婚的,對吧? 你由我吧 我趕了去的 趕快清醒吧 來,記得吃早餐 真是不身在福中不知福 正一臭女子 電視台最近搞了一個大型的節目 叫做天生我才 專門給那些有想法、有創意的年輕人 讓人展示自己的 但這個節目一直定不到是一個什麼形式 我們公司之前提過兩個方案 都被人否了 再這樣下去,我們公司真是 彎彎公司 他們呢 辯論比賽又說老套 球職節目又說不夠刺激 難道怎麼樣?跳舞了 跳舞夠刺激了? 不如嘗試搞真人鬆吧 真人鬆 真人鬆? 社會上其實很多熱衷於創業 有很多想法、很多想法的年輕人 不過他們沒有資金 那些想法只能夠射沉大海 我們可以搞一個 創業天才的競技類真人鬆 這個想法好像挺好 具體的說 這樣,找些大賽團過來贊助 接著就讓些人過來比賽 比賽終極大獎就是 可以去一些五百強企業裡面任職 甚至可以獲得一百萬的創業資金 接著到參賽者來到 就可以將求職者、創業者一望打盡 還有,我們可以設置不同的關卡 不同的項目去經濟 包括比拼他們的領導能力 執行能力、判斷能力、創造能力等等 到時一定收視火爆 優仔 你…你這次真是幫到我們公司的大忙 你雖然現在是一個兼職的道具師 但我一向對公司的員工一事同一 只要你真是為公司出來幫到公司 你說,你需要甚麼回報 回報就不用了 不過有個小請求 甚麼小請求 你照直說 就是這樣 如果這個節目真是搞得成 我想唐小姐幫我推薦一位參賽者 有沒有人看到你? 你怎麼搞的? 你約我來這裡 還是你家人看到我? 是不是在死? 我一個天大的好消息 開心的事忍不住 快點跟你說 甚麼消息 天生我彩? 這是甚麼? 電視台在搞一個大型創業真人秀 贏得冠軍的話 不僅有機會進入世界五百強企業 還可以獲得一百萬創業基金 一百萬 是否很吸引 一百萬? 你 要去參加這個節目 然後要拿下半軍 然後拿到這一百萬 我們的Hilo Chailey 就有錢 開發 到時我們不用洗廁所 送快遞不辛苦 對呀 慢著 你不和我一起參加嗎? 這個比賽是我拉縮公司搞的 我現在又算是半個工作人員 我不太方便 不過你放心 以你的能力 聰明才幹 加上我這個死忠粉 還有信心 你一定拿冠軍 電視機前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天生我才 第一場比賽已經接近尾聲 我們今天各位選手 全部都來銷售 誓要把這個第一戰的冠軍爭奪到手 目前領先的兩位選手 是A組的羅菲眼和C組的無得頂 他們的成績都是七千五百三十元 並列第一 現在菲眼和人家呢 並列第一 對呀 比賽只剩下十分鐘 哪個銷售得多 哪個就會最後勝利 看看誰堅持得到 比賽剩下最後十分鐘了 究竟鹿死誰手呢? 有個客人正在走過來 沒得頂一馬當先衝過去了 靚仔 師姐 這個產品不錯的 真是很可惜 原來這位客人是一位龍啞人 看來沒得頂要殺魚而歸 慢著 羅菲眼走了過去 難道他有辦法? 飛行之前呢 參加國際義工隊 學過幾堂手語課 是嗎? 我天都幫他 是呀 真的想不到 羅菲眼啊 他連手語都懂的 真是做足準備 那我們看看他們可不可以順利成家 真是做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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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千八百元成功勝出第一輪比賽 好 恭喜… 來… 現在我們馬上進入比賽第二輪 我們要考驗一下選手的誠信和人員 他們需要在通訊錄裏面 隨機抽取五個號碼 然後向對方提出借錢的要求 誰借得多的 誰就是本輪的第一名 啊? 不然在中國也沒有多少個朋友 要他借錢? 難道這次真的涼過水? 沒得定抽到的是字幕A 即是說他要在通訊錄裏面 A開頭的朋友 隨機減五個 比賽馬上開始 A開頭不是父母、哥哥、嫂 就是阿華、阿彪、阿強 熟了那些在運動 想不贏多難 主持人啊 我手機和朋友 不得好 那基本每個字幕 都不夠五個人 那我怎麼計呢 這樣的話 你就由頭到尾排下來 簡直不夠打 哦 更改 聰師奶 什麼? 你想問我借錢嗎? 喂 你這份人認真不知醜的 不是 想創你的心 不… 我聽聽聽 各位觀眾 羅菲亞的第一個電話已經打完了 看他的臉色不太好 應該是被人掏手拿了 那第二個電話又會怎樣呢? 大家拭無以待 我去哪兒 不知道, 是不是去現場嗎? 無以待 車子 將軍 先開著 電話 我先開電話 來得這麼適合 羅小姐 記得, 當然記得 我是這樣的 對你的女兒是我沒有不忘的 怎樣?有甚麼事呢? 借錢?好, 沒問題, 反正我都沒錢 威哥, 幫忙吧 多多億錢嘛, 一百元也可以 說得這麼可憐, 讓我看看 一百幾十都借, 真是的 你真幸運, 我適合一百元 不過我給你之後 一百元今晚會不封我 小禮, 沒辦法, 幫你一路, 過住 樂菲亞已經打完第二個電話 依然被人托手拿 看看第三個電話可不可以幫到他 阿菲亞在你們打工 他這麼勤力, 這麼幫手, 你不是見死不救吧 你沒理由連一個清潔工作要做 拿的都要我救的, 是不是 我救得多少隻 加上我們開餐點, 你以為慈善機構 阿菲亞在你這裡打工打了這麼多天 應該有不少工資格在你手上, 是不是 那你不用怕他不還錢 再說, 他這麼勤力 你遲早可以在他身上賺回來, 是不是 那就算是提前預知了 提前預知 不過也不是很多, 只有兩千元 你以為要就要, 別要我過子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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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說兩千, 兩百都要 那,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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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那張卡裡有一萬元, 當我有點心意 大嬌, 你幫我交給阿菲亞 我現在給你 好, 好, 好 那, 聽我說, 為甚麼會打電話過來 你一尖, 菲亞會問你借錢 你就可以借多少錢給他 一萬而已 加上兩兩千, 一萬二 不行, 等電話… 可以… 麻煩你… 你們都想不到吧 羅菲亞以一萬四千元的總成績 力壓不得頂, 後來居上 再下一成 那, 究竟他可不可以 拿到我們的終極大獎一百萬獎金呢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進入第三個環節 演講環節 演講的題目是 我的理想 大家掌聲有請羅菲亞 在做事 最好 我還會做事 得到 那麼, 我們就隨便 你別把事情 看得不可以 我們在色調 把反應 來 請 我們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第一季天生我才的总冠军是罗飞亚小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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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这个乖子, 瞞着女孩做什么好事 美人计人, 为什么我是我的儿子 是赢得光明正大, 用靠你的裙脚子 她说你是裙脚子 别吵了